歡迎大家來到廢甲信先生 近期香港大球場的改建方案引來不少爭論 我們認為這會影響香港的體育大力的經濟收益和優勢 首先說回康民署建議在啟德體育園落成後 香港大球場改建 座位由4萬人減到9000個座位 並加建考度開放給學校和公眾使用 我們認為此舉會失去舉辦大賽的優勢 第一 香港之前有舉辦亞洲足協盃的分組賽經驗 其實香港甚至是一個競爭亞半杯的分組賽 舉辦場地的一個候選人 另外一方面 以往外隊訪港的時候 都有萬人空巷的場面 包括我們有很多世界級勢女都來過 加上香港有些在賽事當中 之前南華在亞洲足協盃打過入4強 東亞運決賽在09年 也是一個全場霸悟的情況 雖然啟德體育園的座位會有5萬個 但是它亦都有它的限制和隱憂 在當中包括他們交通的配套 因為目前屯馬線啟德站不送亡台站 如果在一些繁忙的時段 其實載客量已經接觸到一個把握的情況 不是那麼容易再接載更多的遊客參賽者 當然這個影響就要再之後看到它周圍的 就是啟德遊樂體育園運作的情況 我們其實都認為這個球場的使用 我們就不要太過低 其實我們本身有啟德這個球場和大球場兩個球場 其實為什麼要非黑色化二選其一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集中用死一個球場 只會令到以前大球場的爛草地被人救病的問題 就會更加惡化 而甚至有機會集中用完啟德 會令到啟德的草地都會變得爛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叫二彩其一的問題 我們這個場地亦避免過分使用 我們對於運動員安排的操練和他的作息 亦都分開兩個球場 因為有時的賽事單是一個四國賽 可能在同一天舉辦兩場比賽 如果一次過舉辦兩場比賽 對於草地的運用和運動員的住宿 交通安排到時的道路使用 亦都會有影響 所以Wild of Both這點是成立的 我們認為是需要顧及這件事 有兩個場地始終好過一個 說回康民署對於大球場使用的第二意義 其實康民署認為大球場 就是一個戶外多用途的康體場地 過往有舉辦一些體育盛事之餘 還有舉辦一些宗教報道會 以及大型的音樂會 特別我們舉出這個 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 都舉辦了很多年 成為每年一到城中盛事之餘 終於是國際關注的比賽 根據報導 在2019年疫情前 七人籃球賽帶來的收入 達到1.2億 這件事其實在場內的效應 已經有這麼大的經濟收益 而且補充一點 場內的收益還有一些買紀念品 或者飲品食食的東西 這些都是一些小的收益 另外還有很多很大的收益 例如周邊的收益 什麼叫周邊的收益 例如遊客 可能一家人來看球 然後要去酒店住宿 又要去各個地方消費 因為可以刺激很多區的消費收入 令到零售業增長遊客的收益 而且還有一個叫無形的收益 無形的收益 可以一雞兩美 借這些大型的活動 將香港同時推廣到外國 達到一個免費宣傳的效果 其實香港大球場 作為我們香港舉辦足球 甚至是世界體育城市 有些類型的圖案 可以說是 因為不會改建了一個 給公眾和學校使用的運動場 足夠應付市民的所需 不代表只有一個球場 就可以做到這麼多 所以我們仍然覺得 大球場保持在一個合適的規模 不如一次過改建太多的狀況 我們仍然希望可以見到 萬人空巷的場面 再度在香港大球場出現 我們今集廢甲信時間 差不多了 來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見